第5位 股市冠軍 安倍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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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位 股市冠軍 安倍晉級 第5位 股市冠軍 安倍晉級 第5位 股市冠軍 安倍晉級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股市冠軍 好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最近幾天我跟大家講 過去那一個苦情的紅中的玫瑰 已經暫時過去了 讓這一隻蝴蝶要展示高飛 沒有錯 最近你看到了 外資開始做明顯的回龍 但是我相信許多投資朋友 就算是你現在看到外資在回龍 你可能心裡面還是會有點緊張啪啪的 簡單的講 可能你沒有完全跟緊我的腳步 另外一個就是 你看到大盤的震盪壓力盤 你還是怕 但是我跟你說過了 整個國際股市 我最早之前全市場我幾乎是第一個 能夠大膽的跟大家講說 美國道瓊要往哪裡去 我還教了大家 怎麼去計算那個黃金螺旋定律 那市場幾乎沒有人講過 我問了各位很多次 現在道瓊創新高 你又不知道他要漲到哪裡 你怎麼去看台灣的股票市場呢 現在呢沒有錯 道瓊一路都在創高 一路都在創高 包含Nesdaq昨天才創高而已 所以國際股市我暫時沒什麼好解 因為國際股市目前 我上禮拜就講過了 下個禮拜 將會是科技股財報開始出來利多的時候 那本週幾乎都是以道瓊的成分股為主 所以本週像美國銀行的那邊表現EPS都不錯 獲利能力都轉加 所以道瓊一直在走高 而且最重要是看景氣 你看今天喔有沒有啊 美國處理失業金的人數周減4.2萬人 降到34.6萬人 紓緩市場對就位付出趨緩的疑慮 投資朋友如果你早知道這件事情 你早知道費的貨幣寬充政策一定會持續而且有效 那麼我相信今天你對整個台北股市多方連結國際的部分你就不會有疑慮 因為我們台股到目前為止都還是處於被低估的階段 好所以啊為什麼這一波 我從頭到尾從去年11月期間點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一天我有改變過我對多方的看法 不只是只是大盤的指標 長線指標低檔而已 不只是整個大盤長線的年線在助長而已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因為整個台北股市 它每一次每一波回檔下來關鍵的支撐點 好比說0.618 多方的定律它完全都走得很準很準耶 所以我完全抓到以後我就很大膽的告訴大家 回檔下來為什麼補7717的多方缺口 我講說必然要回補空方缺口 因為當時補完多方缺口 我要跟我這口訣 補完多方缺口一定就會補空方缺口 你牢牢緊記在心 未來你會常聽到我講 而且當時也加上0.618支撐 所以呢 各位四月十到當天 大家都在怕兩韓的事件 我知道 但是呢一個重點給你 來你看 大盤的部分 有的時候我盤中我實在是 也沒辦法跟大家講得太多什麼啦 昨天有沒有開始補這空方缺口 各位有沒有補啦 補了以後有市場要探討了 我最近才在講 前幾天市場大概一片倒 又看到外資 看到外資那個空單增加了17000多口 一天下死人的歷史以來最大的部位修憲下去 想說這盤要翻了 後來咧 各位後來咧 你看到昨天為止 我真的是覺得齁 有些分析 真的 那人齁真的來看不到別說太多啦 我講句實在話 你要搞清楚喔 同志朋友 外資會這樣做 我說過了 我一直跟你強調 今年的行情是偏多 中線都偏多 但是因為大盤一直量都不夠 所以外資會在那邊一直來來回回 跳來跳去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那像是跳探戈一樣 跳來跳去 你不要每次看到 外資空單好多 外資多單好多 你就想要跟人家屁股去走 很抱歉 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跟著外資屁股走的話 我可以肯定跟你講 你這一波就絕對 把握不到宏達店這次低檔上來的利潤 到今天又創破蛋糕 以及包含這一波可乘 當時可乘在130塊以下 當時可乘在台南制和券商大轉帳的時候 當時可乘市長上講說外資盤後 有沒有 那一天 外資盤後 可乘大轉帳 一堆媒體都在預測 預測什麼 賣了可乘就完蛋了 外資大轉帳必然是 預告背後大跌的一個事情 我當時花了點時間跟你解釋狀況在哪裡 各位你後來有沒有發現到 2474的可乘 這一段怎麼變化我們不多講 但是你要記得 我在4月1號當天 我在跟大家預告一個事情 我說一家去年獲利營收創歷史新高的股票 今年的成長性外資必然會回補回去 我當時拿出了過去歷史 可乘外資比重最高的時候52.83%告訴你 外資如果當時曾經持股比重可乘業績好的時候 可以持股到52.83% 那今年目前4月1號當天只有25.68% 這25.68%的部分 既然目前的營收跟獲利都創歷史新高 它回補的空間大不大 各位我只要講這一次 你自己去想大不大 為什麼你可乘一定要懂得有 來幾天先過去了 面臨兩韓問題面臨情流感的問題 各位可乘從4月3號當天開始 外資有沒有一路買多少張 這我都統計不完 我統計不完也不用統計 因為我從4月到當天過後 我就在我們會員的訊息當中 我告訴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們 記住 你可乘千萬不要給任何做太短的短線 因為可乘的部分 我預告外資回補的空間 還有超過3到5萬張以上 現在才買多少張 那都還不夠 所以各位你要特別注意這件事 而且喔 投資朋友 當你今天看到可乘這樣的架構以後 我預告外資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好 回過頭來 今天大家有沒有發現 紅達店 在昨天的部分 外資回頭買了5450張啊 各位這個是紅達店啊 外資昨天回頭買了5450張 我這一波我一個人 當全市場外資都在講 紅達店第一季要虧損的時候 我一個人立抗八大外資 全市場只有我一個 公開的告訴大家 敢告訴你 紅達店不會賠錢 第一季的部分 而且目前喔 各位你知道這些外資嗎 這些外資 他在昨天買了5450張 這個意義有多重要 來各位 你注意看 我利用 我當時講可乘 外資持股比重低 會回補回去的這個理由 讓你知道為什麼 可能這一段會大漲 以及八環來 各位你現在注意看 紅達店 這幾天突破的關鍵252.5 後面還有更多的機會喔 你不要以為這幾天就過去 尬到4月15號就結束了喔 各位來你看 2498紅達店月線 外資的比重 各位來 我們現在外資的比重 紅達店在23.64% 你相較之前的一個低點在18.62% 但是你注意看 當時在18.62% 持股位階比較低的時候 它的價位在哪邊 大概均價在600塊左右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18.62% 目前紅達店的股價 比當時成本600塊的均價還低的部分 這代表一件事情 他為什麼外資持股比重 沒有殺破這個18.62% 因為 這代表by side的還在裡面 而且這by side的成本600塊的均價 其實他還套著 所以呢 當紅達店現在第二季的機會到了 這外資的比重 23.64%沒有跌破之前 by side的600塊平均金價的18.62% 代表by side還套著 現在機會到了 可見by side的後面B幹嘛 加碼攤平 各位我先講 所以呢 你紅達店過去 外資的比重最高能夠超過五成以上的時候 現在 色違像可乘一樣 外資陸續一路會買回去 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你一定要把我講的 掰賽當時的成本均價在哪裡 記住 人家所謂要加碼攤平 一定就是要把成本均價部分 把它給返回回去賺嘛 那這中間的公司怎麼運算 你懂的 你自己算 不懂的 請你記得 我講過這次 我北中南投資講座 你一定要前來一下 因為講這件事情 跟 我之前最早跟大家預告的 我這一波 在跌下來的過程裡面 一直跟你預告 左肩右肩231 然後一直到了 191來的第21週 跟307.5回檔下來的13週 這關鍵的雙重轉折時間點 也就是當時既到要公報 提前字節出來 大家最恐慌的時間點 我跟你說 這雙重轉折 你好好的把握做多 有沒有 各位 我也預告252.5 僅限一突破會加速上漲 昨天252.5一突破 外資有沒有大買回去 今天29萬宏達店呢 各位 你又看得到 今天來到幾塊了 最高263 這是現在盤中的狀況 這是現在盤中的狀況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各位 你注意看 因為宏達店喔 本週 只要佔上258塊 所謂的雙重轉折 它出現在高 低波191到307.5 漲8週 這叫高對低 高對低的部分 高對低是13週 低對低咧 低在240塊的那一週 21週對低191 同時具備高對低低對低 雙重轉折的部分 我告訴大家 你要記住 這個關鍵雙重轉折 至少會漲8週 因為第一波的波普 它就漲8週 所以雙重轉折之下 確認258站上 週轉折啟動 它就是至少漲8週 時間多一點 可以漲到1.618倍 講白就是這樣子 週數可以漲1.618倍 但是各位你要注意喔 我講這件事 是前一個預告 因為 你有沒有看到 我在講這件事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我抓當時672塊 來 我抓672塊 等於也就是當時外資大概 過去拜賽的成本嘛 672 回到191嘛 672回到191的部分 各位 這是黃金切割率 0.618 也就是反彈0.382 最弱勢的反彈 雙重轉折 週轉折成立 反彈0.382的位置 大概就在哪裡 300多塊啦 300多塊 那這是最弱勢的反彈 最基本該有的水族也要到那裡嘛 但是如果以過去的歷史經驗 宏達天到底要反彈到哪裡 它總有個目標吧 這個蛻變中的蝴蝶要展示高飛 總要飛到一個地方吧 各位各位 這件事情 張老師我今天要告訴大家 這個跟宏達電 有一個天大的秘密有關係 我今天要跟你說喔 為什麼我這一波我一直跟你強調 你要特別注意這件事 因為宏達電的部分 來到今天有一則很重要的訊息出來 新HTC-1 將客製化登錄了 各位 你要記得4月24號非常的重要 因為4月24號當天 將是宏達電 與中國電信的三窮 中國移動 中國聯同 中國電信 合作推出新HTC-1 的客製化的智慧型手機 要上去了 各位這真的不簡單 以我過去為中國大陸研究喔 這三個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系統 三大電信公司 同時都願意給它客製化 那你就知道人家有多麼看重這支手機 而且第二個 第二個 各位 今年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的市場的需求 將超過3億支 我講句不客氣一點的 或許現在很多人還是看碎宏達電 我相信一定還是有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宏達電的部分 以中國大陸 今年的需求3億支 不用多 10%就好了 10%的市佔率拿下來 3000支 3000萬支 各位 這3000萬支 宏達電未來的成長動能 強不強 你拭目以待 但是這當中 為什麼宏達電有資格去客製化登錄 為什麼它有這個資格 後面的成長性來自於哪裡 各位 這就是我要講的 這一次 投資講座上面 我有一個宏達電 不為人知 而且非常重大的秘密 要告訴你 所以 目前 張老師我的投資講座 很多人都注意到 目前的登記已經越來越多 我印象中好像是台北的位置 慢慢的快要越來越少了 那中南部 來 尤其是台南 還有這次新加的新竹的部分 我說句實在話 張老師我是難得花點時間特意走下去 如果你 尤其你有宏達電的投資朋友 還是說你針對這檔個股 你很有興趣的人 你要記得 這次投資講座上 我要講的這天大的秘密 你要特別到 因為 你回想一下 當全市場的外資 當時都在講低劑要虧存的時候 我說實在有的 你應該會記得 全市場等等我一個 但是你說 宏達電這風中的玫瑰 你不要中了外資的毒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 到了現在 當你看到外資開始在回買 我知道今天市場和大家都開始探討 宏達電為什麼外資回買 各位 但是在回買過程裡面 我們的會員今天是很開心的 因為外資在回買 就代表我們的會員是坐在轎上 等著外資來幫我們抬轎上來 越抬越開心 那為什麼我會告訴大家 我這一次 我要如何讓所有的外資 逼迫他們對於宏達電可乘的平等 未來要調高 我講過了 一定是先買之後再會去調升平等 那你有沒有具備這一份提早知道的訊號 各位 當你坐在轎上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的時候 外資回頭過來買鈔 其實他買鈔他是必須要買 他買鈔的部分 等同你在幫你坐在轎上 你再抬轎 黑球黑球黑球 你坐得開不開心啊 開心啊 對不對 坐在轎上 你黑球黑球上去的時候 每個都滿開心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這一次喔 來我再說一次 很抱歉來 第一點的部分不要看好不好 因為符合法規規定 張老師免費講說第二季主流標股2 未來如何逼迫外資全面調高宏達電可投資平等 這個已經一點一點在實現了 那我第一波主流易容電大漲之後 誰將複製易容電的模式 主流標股2 來各位 你這次投資獎都來聽喔 宏達電 這天大秘密的部分包含主流標股2 來 我告訴大家 要換房子 要換車子的人 你通通都會得到一個很好的解答 你都得到一個很好的解答 尤其 我這主流標股2喔 來各位 我知道每個人都有羨慕易容電 沒什麼好羨慕 因為這主流標股2裡面 有一檔個股 我們很看好 因為這檔個股它多重要你知道嗎 它正好還是宏達電 相關供應鏈大尺寸的概念股 我就講這堆 那你想知道 這裡面什麼樣的公司 具備這樣爆發力的話 來 我講了 所有的投資獎座的會場內容 在廣告當中 請大家好好幫你預約登記的動作 希望大家都能跟著我們 同步一起來 進個廣告 等一下回來 還分享內容告訴你 謝謝 最惡感耶 放心 有秘密武器 雙劍茶王 我們的救世主 隨時消滅最惡感 這下有救了 油膩甜膩雙殺 雙劍茶王 張老師免費講座第二季主流標股2 會中探討各股動向與持股時間波 內容豐富請勿錯過 特邀投資情報週刊領底的竹筆 歷領直到 4月13星期六下午2點高雄 晚上7點台南 4月14星期日早上10點台中 下午3點新竹 4月16星期二晚上7點台北 報名專線02-2579-1155 02-2579-1155 2566約會吧 年輕不漂亮 566染髮妝不只沒有化學成分PPD 更添加天然植物精華 我靠中我筋 沒打打沒燥燥 自然又少年 不只漂亮 更加開心 有約會吧 開心 漂亮 張老師 張老師免費講座第二季主流標股2 會中探討各股動向與持股時間波 內容豐富請勿錯過 特邀投資情報週刊領底的竹筆 歷領直到 4月13星期六下午2點高雄 晚上7點台南 4月14星期日早上10點台中 下午3點新竹 4月16星期二晚上7點台北 報名專線02-2579-1155 02-2579-1155 工作壓力大嗎 變通了 晚上吃飲料 早上不便利 照顧好自己 中美變通樂 仍後國家生計醫療品質獎 張老師免費講座第二季主流標股2 會中探討各股動向與持股時間波 內容豐富請勿錯過 特邀投資情報週刊領底的竹筆 4月179-1155 西海漁遊 POA EPA BHA AAA健康鮪魚 新海牛油 一排取得到 POA AAA健康鮪魚 到業場 我喜歡它的技術溫馨 線圖自行多清除 它的籌碼分析讓我知道哪一支股票大戶拼命買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實做在用 家庭主婦也能賺大錢喔 他們都是用轟天雷 賺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來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臺北股市目前還在震盪 震盪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當國際股市一路都在走高的時候 那我們自己臺灣的投資人都無視於國際股市的一個衝高 然後看到震盪看到量收就怕 然後每天看到外資的一個行為就怕 我說真的 這樣子做股票真的很辛苦 我相信 我體會得到 所以我才會在這一次 整個全省的投資獎座上 我想來幫助大家再幫你一次 我要幫你的部分不是只有單純的針對迎接主成段的股票 可乘轟達電而已 還有很多的公司其實我相信你的資金只要得到一個完整的規劃 你不要以為在股票市場賺不到錢 你看這一波台股回檔下來的時候 這一波面臨到這一利空 我們的部位有沒有每一個你照著我所說的做有沒有開始賺錢起來 各位 資金大的賺多一點嘛 資金小的可能就沒有辦法賺那麼多 這很正常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一個重點 你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分析 你一定要對 我說最近我確實也看到市長上很有意思 可能大家因為每天都是聊南北韓的事情 或者聊旗流感聊到沒什麼好聊的 所以大家找一些議題出來 找到什麼議題 來 我昨天是特別講的 我講說很感謝大摩Morgan Stanley來調升可乘投資平等 但是我對於他講凱勝成長性又於可乘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的不以為然 我也知道最近市長很多人都在講可乘怎麼樣 好像不會國際的利空漲了這麼多 啊哪想說很差 很不夠意思 很不夠意思 因為低檔沒買到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就說可乘一定會回補這個缺口 各位我今天我要鄭重的告訴你啊 我鄭重的告訴你啊 可乘這個上來 140塊衝過去的這個缺口叫突破缺口 所謂的突破缺口 以過去的經驗 他是要花一段時間以後才會回補 甚至根本不會回補啊 那這個普通缺口咧 你如果說要補這個 這幾天來這個沖上去的普通缺口 我告訴你這沒有什麼好探討的 補了也很正常 但是突破缺口咧 他是絕對不會補了 不然我不會敢在這個地方告訴你 你這一波低檔買上來了 你千萬不要過度短線 我相信市長很多人吃不到葡萄自然會說葡萄酸 但是各位你去看 你去看可乘的部分 這種營收獲率創新高的股票 你知道外資為什麼會這樣買 背後一定有理由 而且昨天我就是有注意到 有人在講說 這跟著外資這樣講 凱聖成長性優於可乘 各位你今天又驗證一件事情 來5264的凱聖 那個昨天如果照著這個分析 照著這個分析 照著報紙新聞講的 你去聽 講說凱聖比可乘好的 我跟你講你今天你就是又哭了 我說句實在話 我所講的全部都是依據公司的財報為主 老闆講的話為主 很多事情是有機可循 而且答案已經告訴你了 但是很多投資朋友就是很喜歡 因為大碗就是要到處看消息 我懂 所以啊 消息又有分正確跟不對的 所以這一波才會由我一直告訴大家 為什麼幫你撥亂反正 為什麼告訴你洪達電DG不會虧損 為什麼當洪達電DG不會虧損過後 你很怕的部分 等你都會開始幫他外資開始回頭大買了 你一定會後悔 當時D檔 你沒有聽我說的 好好去把它建立起部位來 現在我該講都跟你講了 各位你要特別記得 如果我們的分析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財報 你像可誠 毛利率明明贏凱勝這麼多 有什麼理由凱勝的實力會比他強 我只能說你用膝蓋風衝也知道 你要不厭其板的把這些事情記下來 你這樣子你才能夠把你低檔持股的部位 各位 未來越漲越多的時候 你的財布你才會非常有信心 大家一塊 未來換房子辦車子嘛 而且重點各位 可誠我講了 我這次投資講座上也會特別說到 本人我調高可能目標價 為什麼我的調高的目標價 跟後面外資全面性被逼迫調整他的目標價的時候 會有關係 你想知道投資朋友 這次投資講座 我說了 我會告訴你 但是你先記得2013的EPS18.6元 那我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也很重要吧 這個不簡單 還有咧 各位 我剛講的 這次第二季主流標股2 大家不用這麼辛苦了 上次我主流標股1 我知道我前個禮拜帶給大家 有的人可能沒拿到 演講會場上超得很辛苦 這次投資講座上 我給各位的主流標股2 所有基本面包含技術面的內容 在這裡面的部分 這一張完整的分享給各位 讓各位一起呢 把握未來台北股市 仍然在市場上被低估的利率 我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我們在演講會場上 來 這邊 我跟大家講一次 明天在演講會場上 我說講有沒有一個重點 希望你都一塊來把握 明天演講會場上 我們親自相見 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夠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只剩評估病姿覆頭與攻陷 撒啦撒啦 沙拉 沙拉 來 沙拉 沙拉 想 啦啦 溫溫好獎 偷情一下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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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沙拉 沙拉 沁了 沐玉汽 張老師免費講座 第二季土流標谷2 會中探討 各股動向與持股時間波 內容豐復請勿錯誤 特邀 投資情報週刊 零比的頭筆領立領指導 4月13星期六下午2點高雄 晚上7點台南 4月14星期日早上10点台中 下午3点新竹 4月16星期二晚上7点台北 报名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呼吸让氧气变成二氧化碳 呼吸让二氧化碳还原成氧气 守顾一个梦 一份信息 一种态度 种子注入大地 树苗从容不迫地长大 让地球继续 永离呼吸 节目简单爱台湾 大家一起来 张老师免费讲座第二季主流标股二 会中探讨各股动向与持股时间波 内容丰富请勿错过 特邀投资情报周刊 领比的主笔历领指导 四月十三星期六下午两点高雄 晚上七点台南 四月十四星期日早上十点台中 下午三点新竹 四月十六星期二晚上七点台北 报名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甜点时刻喝双剑茶王 油腻甜腻双双 I can 张老师